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精英创富计划 我想不只是所有的伙伴们 或者这些有成就的人 包括公司他们在很早以前 也就开始准备了在新年度有新的计划 那么我们在这个年度一开始 公司立刻推出了一个全球性的精英创富奖励计划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划到底是包含什么 那个计划呢它的时间范围是两个月 也就是从美国东岸时间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开始 也就是你的所有的级别是用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的 这个时候的级别当做你的这个开始起始的级别 然后一直到2月29号的晚上11点59分 整整两个月 那这一次的奖励计划呢 是从合格经销商一路到精英兰宝 那跟以前有点不同 在去年7月份有一个level up的计划 那这次计划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计划很明显的 公司所要求达成的积分减少 在上一次的这个达成合格经销商的积分部分是400分 这次呢只要250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用心良苦就是希望美国伙伴都有机会拿到额外的奖金 那么所以它把这个达成的门槛这个标准降低 比方说达成翡翠上一回是1500分 这次只要750分 那达成这个珍珠经销商的话 上一回是要4000分 这次只要2500分 那达成蓝宝这个位阶的话 上一次是要1万分 这次只要4500分 是不是公司把这个门槛降得很低啊 很低 好 那么如果是达到蓝宝25碰的话 要求的是1万分 上一次是25000分 那么达成蓝宝50碰的话 上一次是4万分 这次只要15000分 所以非常的简单 那么达成这个精英蓝宝的话 上次是4万分 这次只要25000分 所以这一次最高就是达到这个精英蓝宝 那么你能拿的奖金 就是拿最后最高的这个 最多的奖金的这一块 而不是累加 那你过去如果曾经拿过 其他的奖励 曾经拿过6000美金的话 你现在如果位阶掉下来 你仍然是可以参加 唯一的差别就是 你拿的奖金只能拿50% 好那我们来看这次的计划 同样的它是全球性的 并不是只有北美 所以它是全球性的 除了印度以外 好那这个至于这个 把这个慕一下 OK好至于这个 每一个每一个的奖励 它的这个所需要的积分 跟它达到的奖金 这有一个表 各位到时候在后台都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表 一目了然 那我们来看实际的 这个达成的状况 那这个比 这个这个特别奖励呢 我们在开始让之前呢 一定要先了解 游戏规则 不要到时候你努力了半天 结果不合规定 就是白忙一场 好那第一个注意的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期限 期限就是两个月 从12月31号的晚上11点59 到2月29号晚上11点59 这是两个月的期限 那么这个个人 它累积的是个人团队积分 那你的起始的级别 我刚刚讲了 就是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的这个级别开始 比方说有人在1月1号级别跳了一级 级别跳了一级 这时候仍然可以用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 那个时候的级别规准 那如果呢 如果这个其他的后面再讲好了 获奖之前呢 也就是说你所能拿到的奖金 就是用你最后一项最高级别的这个奖金为准 并不是累加的 所以要注意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个在活动期间内 所新产生的个人团队积分才算 如果是大团队的积分不算 只有你自己的个人团队积分 扣掉每个月的基本重构的60分 其他多出来的才列入计算 这个PGV 就是PGV就是个人团队积分 那么所有的销售必须是真正的终端销售 公司不允许你用为了达到奖励的目的 进行不当的销售行为 比方说假设你为了达到你大量的买 马来后再去外面的什么淘宝 阿里巴巴去用低价去卖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好 然后来看这个奖励规则 这一次的不同各位可以看到 以往公司都会讲 每一条支堆线能够贡献给你的分数 不能超过你所需要的30% 现在是增加到35% 所以你看公司把要求的积分降低 又把这个每一条线贡献给你的这个分数增加 因为有的人可能某一条线 某两条线特别强其他的比较弱 那多加5%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的这个每一条线不是那么平均的话 好 那么在奖金发放之前 因为任何退单而造成你没有达到这个需要的积分的话 那么你都会上市获奖资格 所以我们都会强调 你在这个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超过这些需要的分数 你不要做的刚刚好 刚刚好就有这种万一退单的风险 或者是万一他的证件扩合不过的话 都可能会被扣掉分数 所以一定要多做 好 那么个人团队积分呢 指的是就是由你自己直接推荐的下属团队所产生的积分 不含上属团队 就是不含大团队的积分 所谓你自己直接推荐的下属团队 也就是你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子下去 这叫做个人团队消费积分 好 那么这一次奖励呢 仍然有超越积分的规定 也就是说 如果你底下有伙伴也同时在冲 冲这次的这个进阶 那么如果他在冲的中间 刚好他超过你的位阶的时候呢 在他超过之后那个时间开始 他所有的分数都不再上传给你 所以我们说在冲的时候呢 一定要团队大家一起合作 常常沟通 如果说他这条线贡献给你的分数 还没超过35% 那么你请他稍等先不要超越你 如果他贡献给你的分数已经超过的话 那就没关系 就让他直接做上去 所以团队之间在这个时候的沟通就很重要 好 那么超越积分这个规则呢 只有针对这个奖励计划 跟平常我们所拿的积分跟奖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用担心 好 那么这个奖金呢 发放是在这个奖励结束之后 大概四到六周 为什么四到六周 因为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 30天有这个退货的期限 所以公司要等到30天之内 确定没有人退货 那么他才可以统计 核发这个奖金 所以为什么是在奖励计划结束后 四到六周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么如果你曾经参加过任何其他奖励 然后呢在这些奖励中获得过六千块美金或以上的话 那么你这一次你这次重新回来再拿这些奖金的话 你只能拿50% 那他指的特别指的是蓝宝以上 因为你在蓝宝以下是不会拿超过六千的 只有在蓝宝以上才有可能 所以呢你以前过去曾经拿过上蓝宝 拿到这些奖金 但是你现在的位阶掉回来的话 没关系你仍然有机会参加 只是拿的奖金是50% 所以也别放弃 好 那还有就是呢 经销商必须是火药状态才能参加 如果说你这个账户是不火药的 你就先给他买一个六十几分让他火药 他才能开始参加这个活动 如果这个账户是不火药 那就不可以 好 还有一个就是大额订单 这个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每张订单单项产品超过17个 或者17个以上的话 除了印度以外 就是你超过单项产品超过17个或以上的话 那么这整张订单都不计分 这个包括入会的自选套餐 所以呢各位要注意 不是只有一般订货 而是入会的自选套餐 你如果单项产品有超过17个的话 你最好把它分订单 你不要再单项产品超过17个 否则的话整张订单的分数都不算就可惜了 那这次比较跟上一次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我这次并没有看到公司有限制 上一回是说一个地址只能有一个账户使用 所以上次的变通法就是各位在地址后面加上楼层 比方说一楼二楼三楼 这次他并没有这个要求 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明细说明或者是问答里面 全部都没有提到这个关于地址的部分 所以呢这次应该地址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你担心的话你一样可以用上次的方法加上一楼二楼三楼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 还有购买优惠套餐活动套餐或优惠套餐的时候呢 只有两套的分数可以列入计算 如果你是跨区购买 什么叫跨区购买 也就是说我的会员假设我的会员是在北美 我去买了大中华的优惠套餐的话 那么这个分数就不算 所以各位你要注意 如果你是想要累积积分 但是你记住不要去跨区购买 跨区购买除非你很想要那个产品 你不在乎那个分数 否则的话你尽量就不要跨区购买 就只买自己区的优惠套餐 那么在一二月来讲 基本上目前我就我知道 应该是就是只有一月份在LA开的领袖峰会 会有特别的活动套餐 那么如果你不是北美的话 除非他有特别讲群修都可以 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是注册北美的 你在你那个分数可能不列入计算 但是如果是北美的话呢 就注意了 这次的峰会套餐应该是有很特别的 就是除了分数以外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 要去明年要去雅典玩的旅游积分还不够的话 在这次峰会的套餐里一定可以注意 那么而且听说我目前还不确定听说峰会的套餐 还有旅游积分双倍的这个优惠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峰会的套餐 在峰会在1月10号到12号这中间会举行 所以这个套餐应该在1月11号就会公布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台湾地区台湾和印度都是需要写 好像日本也是我不太清楚日本是不是 至少我知道台湾跟印度都需要填写 纸本同意书 那么纸本同意书送回公司之后 还需要特别几天的审核 所以各位一定不要到最后一天 才来推荐台湾地区跟印度地区的这个伙伴 因为呢审核这些纸本同意书都需要时间 所以请各位至少留5天以上 来让公司做这样的审核 如果你要推荐这几个地区的伙伴的话 一定至少留5天 要不然审核没有过 它的分数也不算 所以要注意这个 还有就是所有的新推荐的人 都必须上传证件到电子钱包 而且需要经过审核通过 因此你们在推荐新人的时候 同时间帮他也 也create他的电子钱包的账户 同时把证件都上传 上传完之后最好同时间 在后台发信给客服 告诉他证件已经上传了 请他们尽快审核 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的 这个审核时间可以缩短 否则的话有的时候 客服要是没注意 没有审核到 你这个分数一样是不算的 好 奖金发放 我们刚刚讲就是活动结束的时候 因为有30天的退货期 退货期30天过了之后 在两周之内奖金会发放 而且这段时间 你的账户都必须是保持活药的 如果是不活药的话 就算你打到也不能拿到这个奖金 好 那么这次活动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 开始为期时级别的计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可以获得PGV 也就怎么样可以获得你的个人团队积分 那什么是PGV 就是我们讲的 你自己个人 个人所推荐的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就是从你自己的子子孙孙 应该这样讲 就是跟你自己团队直接有关系的 这些伙伴 他们的消费积分 扣掉每个月的基本从销60分 其他的分数都属于这个PGV 都属于你可以拿到的这个个人团队积分 那么每个月 这就我讲 每个月除了重够60分以外 你比方说你这个月要是买了62分 就算你是重够里面是62分 那么那个两分都可以算 或者是你是用一般订后订的东西 只要是超过每个月基本的60几分 超过的部分都可以列入计算 那么推荐新人的入会套装肯定也是可以计算 只要你没有超过 刚刚讲的那个大量单一产品超过17个 你只要没有违反那个规定的话 只要新人入会的话 新人入会的所有的分数都可以算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推荐新人 新人入会的100分就算100分 120分就算120分 所以推荐新人的入会套装是可以算的 还有就是来自零售客户 或者是优惠客户所购买的积分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在北美比较多 那么在一月份LA领袖峰会的时候 还会宣布一种最新的方法 最新的方法就是有人说 有人说我就是不会推荐人 可是我非常会销售 那么公司会宣布这种最新的销售法 你销售多少 多少积分或者多少金额 你可以拿到不同的这个奖金 不同的commission 那这个部分呢 销售的部分它的分数怎么算 可不可以算 我们要等到这个领袖峰会才会知道 所以在北美目前是 只有美国 这个美国他们已经开始实施 加拿大也还没 所以美国的伙伴就可以注意 注意这一项 如果你很会销售 你这个销售的部分也算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累积 好 那么活动套餐 同样的也是列入计算 如果你那个月你买了活动套餐 那么你那个月还没有做重销的话 同样也是要扣掉这个60积分的重销 那么扣掉以后的积分也算 那也是要注意 如果是跨去购买就不算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到底怎么样可以拿 我们先看 如果你是个新的经销商 你还没有成为合格经销商的话 你只要身上合格经销商 达到250积分 就可以获得75块 什么叫做合格经销商 合格经销商就是说 在你的左区和右区 各推荐一位新人 并且他们在入会的时候 都买到100积分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经销商 那我们来看看 成为合格经销商的话 怎么样可以拿到这75块 反正不拿 如果你要成为合格经销商 你就顺便来拿这个75块 那我们知道 我刚刚讲 公司对于每一条线 贡献给你的分数 有35%的这个要求 所以呢 250分的35%是多少 是87.5分 也就是说你推荐人的时候 从每一个人贡献给你的分数 最多只能拿到87.5分 所以每一个人虽然入会是100分 可是贡献给你只有87.5分 那么你要怎么样可以拿 达到这个250分呢 那就是说在两个月的期间 你总共推荐四个人 也就是说一个月推荐两个人 也就是两个礼拜推荐一个人 是不是很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要达成合格经销商 拿这个75块是最容易的 所以各位 你回去呢 在你推荐新人的同时 也可以跟他分享 怎么样拿到这额外的75块 这个是非常简单 可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的 这个75块 那么翡翠级经销商 什么样叫做翡翠经销商 也就是说你直推四个合格经销商 每一边至少有一个 或者是你直推八个人 不是合格经销商 是八个人 那每一边至少有三个 这样都可以达成翡翠级经销商 那翡翠级经销商 这个奖励是说你如果达到750分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200块的奖励 那我们来看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750分 我们算一下750分的35%是262.5 也就是说每一条线直推 贡献给你的分数 最多就只能拿到262.5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每个星期 去分享并且加一个人 或者是每两周去加一个合格经销商 假设你是做每一周推荐一个人的话 那个每一个人都会100分嘛 对吗 或者是如果你做的是合格经销商的话 合格经销商是不是最少要有一个人 和他底下左右各一个人加起来是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加起来是不是300分 假设这两种状况的话 如果这个100分每一周推荐一个人 每一个人入会100分 那两个月是不是有8周 8周加起来就是800分 800分是不是已经超过750分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一周一个人 那如果你是用合格经销商的话 你是两周推荐一个合格经销商 两个月是不是就有四个两周 你就用300分乘以4 这样子是远远超过750分了 因为300分乘以4是不是就是1200分了 对吗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一项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达到 而且最简单的方法来做 不管用任何一种方法是单推个人 或者是推荐合格经销商 都很容易就可以拿到这200块的奖金 那么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帮助你推荐底下的人 每一个人都去达成合格经销商 拿到合格经销商的奖金的话 那么很简单 因为合格经销商需要的分数是250分 你只要帮助四个人 达到他们去拿到合格经销商的奖金 加起来就是1000分了 那么他们也可以每个人都拿到75块 你呢很轻松的也拿到200块 这个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这个也很简单 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样是珍珠级经销商 那珍珠级经销商就是说 如果你直接推荐八个合格经销商 每一边至少两个 或者是你直接推荐12个个人 不是合格经销商是12个人 那每一边至少三个人 这样子你就可以变成珍珠 那变成珍珠你只要你的分数达到2500分呢 你就可以获得800块的奖励 那2500分的35%是什么 是875 也就是说每一条线贡献给你的分数最多 你就拿到875了 好那我们来看怎么做 那这个地方稍微复杂一下 我们就分成两个月时间来看 我们在第一个月 也就是第一个30天呢 我们勤快一点 在第一个月先勤快一点 每个星期呢 分享并且加入两个人 或者是每个星期 推荐一个合格经销商 合格经销商就是三个人了 对吗 那么如果你加的是一个人的话 是个人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至少210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210分乘以2乘以4 就是说一个月是不是有四周 那总共两个月 对吗 你乘以四周乘以两个月 是不是加起来就是1680分了 是不是就超过 还没有 我们还有第二个月 所以第一个月 你就做到超过要求的一半了 他要求是2500分 你达到1680分 是不是超过要求的一半了 如果你推荐的是合格经销商的话 那么你这一个合格经销商 至少要有350分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350分乘以4的话 就是有1400分 对吗 就有1400分 上面对不起 上面这个我讲错 是每一周两个人的话 总共有四周 不是不是两个月 是每一周两个人的话 总共有四周 所以达到这个分 那这个是 每一周一个合格经销商 四周的话 就是350分乘以4 就是1400分 好这是第一个月 我们第一个月 这个勤快一点 勤快一点 先把分数做超过一半 那么第二个月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 第二个月就简单了 第二个月就是 每一周分享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合格经销商 如果分享一个人的话 同样的 210分乘以4周 是不是就有840分 如果是合格经销商的话 350分乘以4 就有1400分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月的分数加起来 如果推荐的是个人的话 1680分加840分 是不是就有2520分 就超过了 当然这超过只有超过一点点 那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这个最低标准至少要达到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总共推荐了12个人 你可以达到2520分 如果你推荐的是8个合格经销商的话 你可以达到的分数是2800分 所以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让你轻松的拿到800块的额外的奖金 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你帮底下四个伙伴去拿到翡翠的奖金 翡翠要求是不是750分 那四个伙伴拿到翡翠是不是就有3000分 是远远的超过他要求的分数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底下伙伴也去拿到他能拿的奖金 这样子大家皆大欢喜 对吗 所以这个是拿到珍珠级别奖金的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蓝宝 蓝宝石经销商 什么样叫做蓝宝经销商 也就是说你必须直推12个合格经销商 那么每一边至少要有三位合格经销商 你就可以成为蓝宝 那么蓝宝的话呢 公司要求是你要达到4500分 4500分就可以拿到1500块的奖金 那4500分的35%是什么是1575 也就是每一条线能够推荐给你的 直推给你的最大分数就是1575分 那我们同样的把它分成两个月 第一个月呢 我们每个星期分享并且加入两个合格经销商 那每个合格经销商至少要有375分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月呢就是375乘以8 乘以8等于是8个合格经销商 你就可以拿到3000分 那么第二个月呢 你每个星期只要分享并且加入一个合格经销商 那么每个合格经销商375分 你这时候可以拿到1500分 所以两个月加起来就有4500分 就达到它的最低要求了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帮助底下伙伴拿到翡翠奖金 各位都是翡翠奖金 并没有说要帮他拿到珍珠 因为珍珠比较难 拿翡翠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帮6个伙伴拿到翡翠经销商的话 翡翠的奖金的话 每一个每一个要求分数是750分 6个的话就有4500分 所以说达到蓝宝拿1500分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就是帮底下伙伴也去拿奖金 所以这个事业呢很简单 就是只要你愿意帮别人 你就可以成就自己 唯有帮助别人你才有机会 来帮到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拿蓝宝的奖金的方法 那至于其他的网上的25碰啊 50碰100碰呢 就都是靠碰局了 那这个再上去的时候呢 各位只要你上了蓝宝 你自然知道该怎么样去达成这个该有的 你就是尽量帮底下的每个人都去达成 他可以拿到奖金的级别 这样就简单了 所以呢蓝宝25碰50碰他们要求的分数比往年比过去的要求都低 那奖金呢虽然也没有比达高但是奖金也不少 所以虽然你拿过奖金但是你如果危机又掉下来你还是有机会再拿奖金 所以呢如果你拿到的是精英蓝宝的话你就可以拿到6000块 25000分过去是要4万份的哈 所以25000分等于是一半啊差不多一半的要求的分数 所以会比过去来的简单啊 好那么关于这些所有的资讯呢 你所需要公司有准备好PPT啊就像我今天用的PPT 基本上是公司的除除了那几张怎么样达成是我自己家的以外 其他都是公司提供的公司有提供PPT 有提供问答啊就是常见的问题他都有回答你啊 各位可以在后台啊在活动工具可以在J-Office网店的后台的J-Cloud去找啊 就是在我们后台的云端里面去找可以找到这些所有需要的工具 好那么呃下一步他就是基本上他教你啊怎么样去后台可以找到这些东西 他让你呢详细的阅读这个奖励计划的所需要的要求啊 好那么同时同样的他在后台我的事业的这个经销商组织报表里面 会有这样的报表让你平常去查看你已经达到的分数是多少 好或者是你的起始级别你随时去查看 随时根据你自己实际的分数已经达到的分数来调整你的脚步 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可以帮助更多伙伴拿奖金你自己就可以拿 好那因为这次活动是呃两个月所以呢各位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两个月中间只要你推荐信任就跟他解说这样的一个特别奖励的 计划好让大家都有机会拿奖金啊那呃呃当然你准备拿奖金的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些目标的设定 和行动啊所以帮助底下的伙伴来设定他的目标来教他帮助他 到底应该呃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才是最简单最容易拿到奖金的 所以呢关于这种特别奖励计划我们都说要鼓励所有团队的伙伴共同来参与 唯有帮助底下伙伴让他们拿到特别奖励特别的奖金你自己才有机会啊所以我们说鼓励所有团队伙伴共同参与一起成就未来啊所以这就是今年开春公司所提供的呃最好的奖励计划而且是全球性的奖励计划OK 谢谢